大家好,我是希杰 又到周末了 让我们一起来聊聊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变化 今天是周日12月30号 2023年最后一天 我们是不是一起来聊聊2023年 你买房费的投资房地产上面有什么失误 还是来聊聊2024年 你在买房跟投资房地产上面有什么新的展望 我今天想跟大家来总结一下 在2023年我跟我的团队在房地产上面 五大点大家需要注意的地方 因为我们在2023年吃个亏 所以帮大家把这五大点碧坑上面 希望大家在2024年跟以后的日子里面 你买房一切顺顺利利 第一个买房跟卖房要注意哪些方面 第二个贷款非常非常重要 为什么很多人贷不到款呢 第三个ADU到底能够达到你什么样的收益率 第四个驱赶周宝 哇这是世界最统统的事情 另一个房屋管理 这五大点我想跟大家的在2023年的总结方面呢 跟大家好好地来分享一下 我觉得呢 这个大家一定可以从我分享的这五大点里面呢 你能够触动一点到两点 那么针对你以后在买房卖房 投资房地产上面呢 一定有收益 好 首先呢 也是谢谢大家在以前的日子里面 对我的支持帮助 我们非常非常感恩 也谢谢大家在我们的YouTube这个频道上面呢 给我们这么大的支持 真的呢 谢谢你们一于既往的点赞留言 特别是订阅啊 所以你如果想在我的YouTube上面呢 知道我跟我的团队近20年 我们在分享房地产上面的坑也好 技巧也好呢 请你点开我的YouTube的频道 CJS Live 或者直接到美国看房 20年都可以看得到 那么呢 我在右边呢 有个播放列表啊 整个你按开里面 有旧房翻新啊 有ADU啊 有案件分享啊 有房地产投资啊 有驱赶周磅 等等系列的这些文章啊 请大家到里面可以观看 当然呢 也希望大家在里面留言 我根据你的留言呢 我尽全力的每一个都同大家的分享 当然旁边也有个链接啊 就是成为会员 如果说你有这个时间 也可以点开这个join加入 然后成为我的会员 谢谢你们的支持跟帮助 好 我首先来想同大家的分享一下啊 我跟我的团队在2023年 在这五点上面 大家深刻要注意 因为我们吃到了亏 好 第一点也就是卖房买房 大家真的要注意啊 你不管是sell by owner 你自己卖 还是你找经济人卖 都一定要看好市场上面的价钱 房子怎么样的规整 或者是经济人给你的很多的建议 包括整个啊 房地产交易上面的流程 合同公正公司 产权公司 贷款 包括后续 我们要就是拿钥匙来好 或者是给买家 钥匙的时候 大家都要很注意啊 那么这里面我们再分析一点 旧房啊 你买的是个旧房 那么里面装修到底是需要多少钱 那么里面是不是屋主在跟你谈的时候 so as easy 也就是说哎 你来买我的房子 我什么都不修的 哎 你结束了这个合同 那么呢 你就按照了这个offer来办 不然的话等你到开了公正公司啊 open ask 我以后七天去捡到房子 哇 这里烂 这里就 你就要屋主来修 那么屋主就不修的 因为在合同上面写好了这一点 对不对 好 第二个呢 就是买新房啊 你看我们这次买了一个新房 其实呢 我们也是等了六个多月的时间 我的客人最后面去final box 检查房子的时候 一开空调 哇 怎么这个空调果滴滴滴 漏水啊 你看看这个建商的那个连接点啊 没有连接好 还有一个还是消防 消防龙头啊 那个在阁楼上面 也有一个密封上面没有做好 你想想 现在的工人做事啊 真的有时候太赶了 大家一定一定要注意 然后大家买法拍屋 一定要做好自己的一些功课啊 对不对 这里面产权啊 你自己的资金啊 这里面有没有政府的要求啊 有没有周科要赶啊 都要想好 还有遗产房 遗产房 婆贝是要 你就更加注意 需不需要法庭认证 如果这个房子需要法庭认证 你就要想到啊 你会拖三六或者几年的时间 来等着整个法院里面 把这个法庭认证全部批准了以后 你才能够拿到这个房 所以遗产房你碰还是不碰 你自己呢 要好好的想清楚 当然我的视频里面呢 有很多讲解这部分的视频 跟经验的分享 大家可以点进去看 最关键一点 我们不管是买了旧房还是新房 不管你是贷款还是现金 保险一定要买了 你看看 今年3月28号的时候 我的一个出租房着火了 哎 保险公司全赔 对不对 当然这里面很多的朋友 哎呀 你买了新房好 全款买的房也好 竟然而说 哎呀 我是现金买的 我不用买保险 但是你看看市场上面 包括新闻上面 发生了多少多少事情了 你没有买保险 万一出现了问题 贼落没有保险赔你啊 你就全赔光了啊 这里一大点 希望大家好好注意啊 第二大点 贷款 很多的朋友说 哎呀 这钱真的是烦死了 我在买房啊 看房 看了几个月 总算看到了 但是呢 在贷款的时候啊 贷不到 然后被屋主取消了 我这个很好的房子的offer 太遗憾了 对呀 贷款上面呢 你一定要在你自己啊 多找一两个贷款的专员 或者是你的金基论 给你推荐一两个贷款的专业 你要知道这方面呢 有些是专一的啊 就是它是一个银行的贷款部门的 那么它呢 朝九晚五的时间呢 这里面确实是 就是说有个别的贷款的专员呢 就是哎呀 该下班下班了就不会再理的啊 当然了 你海里面很多的贷款专员 跟外面的贷款公司的经济呢 都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你就是晚上十点钟发信息过去 它都会回你 你就是在签贷款文件 有任何小的细节上面 它都可以秒回给你啊 所以在挑选贷款专员的时候 您一定要注意啊 不要这个贷款的专员 你呀好 或者是你的经纪人 在跟这个贷款的专员联系 打了五次八次九次的电话 留信息都没有任何能回 那么呢 您就要换贷款专员了啊 第三个ADO 我跟大家都讲过 也分享过很多的朋友 我说你在家里面 你做了ADO 不见得你就能够拿到一个收益笔 对不对 因为为什么呢 你家里的后面比较小 只见一个400尺 或者500尺的ADO 确实呢 等着你这块地到后面 当然区域性不一样 学区房一般房 或者是环境非常一般的区 都不一样了 这里面自己要好好的想一想 你见了ADO 跟你不见ADO 到时候几年以后啊 你不管你是自作也好 还是投资也好 你在卖的时候 哇 其实我不见ADO 我卖的家庭是一样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想清楚啊 同时呢 家族也说了 这个政府的法案呢 细节还没出来啊 就是说OK 你现在你的护院里面啊 可以建个ADO 斗力的水电煤气 包括地址 到时候可以分开卖 那么分开卖 这个面积怎么样算啊 再帮你做ADO 或者划头的 这些设计部门呢 都要帮你算好 想好这样的呢 你就可以在后续啊 你在资助跟投资上面 做到ADO上面呢 达到利益最大化 同时呢 很多的朋友说 AICJ请你来帮我看一下 我的家里能不能做ADO 这个ADO怎么样来弄 我说 首先你 或者是不管你去哪一个ADO公司 或者划头公司 都要先去市政府问一下 其实你作为屋主 非常方便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 去市政府啊 Planning Department上面 就问他 哎 我的家后面可不可以做ADO啊 可以做多少尺啊 他马上就告诉你 所以呢 你就减少了这个流程 你马上就可以叫ADO的专家 或者设计部门 哎呀我的家里有这个尺寸啊 可以做1200尺啊 可以做1000尺啊 等等等等 所以呢 这个部分呢 希望屋主啊 在下一次再请ADO专家去 询问事情的上面 自己先去市政府 查的清清楚楚 明白白吧啊 第四点也是细节最头痛的一点 也就是 驱赶周报 你要知道 2024年加州政府针对于周克 这个上面呢 拥有更新的保护措施 当然了这里面呢 很多的州罢呢 都是州政府跟地方政府啊 保护出来的 宠爱出来的 一个宠人巨婴一样的 真真实实 你在里面那几个月的房子 你又能怎么样 很多的房东 真的是没有办法 要交贷款 要交房地产税 要交保险 还要帮你去维修 大家都是人啊 对不对 你政府一味的去保护州罢 房东的利益怎么办 对不对 那么你选票的时候呢 又是靠着大家一起来选票 所以呢 所有的事情都要balance一下 我也希望呢 就是说有一些州罢 在某些时候 也要想想 房东的利益 很多房东 真的也是很苦 很苦的啊 当然了房子 他们买得早 有涨价 他们不贴 但是有的房东 确实是 就是靠着这个 租金来房贷 确实大家真的是 也希望 大家能够在 给房东也好 你是租客也好 大家一个平衡 协调好 真的人生不长啊 给自己一个空间 让自己都有一个福报 谢谢大家 在这里呢 我也希望房东 不要太苛刻 周克也协调好 这个关系 同房东啊 大家一起balance一下 如果说 真的是你的收入有限 在你租不了这么高的房 租的时候呢 请你搬到 你可以付得起的房租上面来 不要引起关系 你要知道 你也输了关系 你也赢了关系 谁赚了钱 律师赚了钱 对不对 但是呢 大家真的很劳神 让你的家人 让你的小孩 看到了都不好 一生之中的阴影 很烦躁 OK 第五点 也就是房屋管理团队 大家也知道 由于这两年呢 也是属于周霸的事情 第二个呢 也是属于我的两个师傅 年龄是比较大了 所以我们在管理团队上面呢 在2022年12月31号的时候呢 我们就没有再接收新的需要管理房子的客人了 当然了我们在洛杉矶市啊 包括就是好莱坞这边的很多的公寓呢 我们都退革了屋主或者是介绍新的管理团队给屋主 让他们来管理 我们呢 在这个部分呢 也是谢谢很多的朋友的支持啊 还是跟我发信息说 需要我们的团队来做 但是呢 今年确实我们没有办法再接收新的客人 因为两个老人家再从楼上搬东西去修理 哎呀 还是很难的 对不对 同时呢 我也知道 很多的投资的房人年龄都比较久的 所以你看看啊 下雨天 然后里面要油漆 水管的斗塞 各个方面呢 都需要更加多的年轻的团队来负责 所以我在这里呢 也是 如果有朋友 你的房屋需要管理的话呢 我也推荐几个比较靠谱的团队 介绍给你 你自己来做这个决定 就是说选择好 所以整个我们在2023年这五大点上面呢 大家呢 一定要注意 我也知道呢 这里面我要讲的不是那么全面 也希望在进度前很多的朋友啊 针对于我这个总结上面 如果说没有到分的地方呢 也请你在我视频下方的留言区留言 让我跟看我视频的朋友 从你的留言区学到更多在美国投资房地产上面呢 一些经验跟技巧的分享 是的 今天是12月30号2023年的最后一天 我也想把今天早上一位朋友发表我的一段祝福 也送给大家开心的在今天总结 不开心的在今天了结 没有遗憾和2023告别 年复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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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愿阿里阿世日子于喜光 温柔又安详 爱的人喜乐于常 盼的是归于心上 好 今天同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您是例子看我的频道 请你订阅关注转发我的频道 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在美国生活的点点滴滴 谢谢您 我们感恩 谢谢您